IC梦想家 大家好 我是南轩 欢迎收看今天的IC梦想家 在今天的话 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邀请到底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来宾 因为我们一般在讲相关的一些科技 数位趋势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这个产业经纬万端 变化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通常都需要非常优秀的 非常精锐的媒体 来为我们吸收分析观察 整个产业的趋势 转化为我们可以去理解的角度 来掌握住全球相关的数位科技的趋势 也因此就台湾来看的话 我刚刚在外面还听到 很多人看我们今天的来宾就说 我从小都看你们杂志长大的 所以什么样杂志 可以让台中 台湾很多的 这个预听作识 看他们的杂志长大的 那就是商业周刊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商业周刊集团的执行长 那事实上商业周刊 大家知道在台湾的话 经常报道的就是相关的商业的产业的趋势 而且经常拿到金鼎奖最佳杂志奖 今天执行长他也经常的 也不能讲经常了 但至少一次就很厉害了 他拿到最佳主编奖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现场的是商周集团的执行长 郭逸琳到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 执行长你好 蓝轩好 大家好 所以大家看不出来吧 这么年轻的执行长已经跟着商周 走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在这个郭逸琳他的战功标笔的 过去的这个采访经历当中 访问过西拉伟 我还跟郭董去过他的捷克古堡 哦 真的吗 古堡比较重要 跟郭董 真的啊 对对对 那时候他刚买那个捷克古堡吗 他的古堡很漂亮吧 其实那时候看不出来 因为刚买根本还没有 还没有检修是不是 OK 像前段时间他不是替台湾去欧洲下订单 买疫苗吗 大家也都关心他的古堡 是是 他在等待古堡的 他在等待疫苗的过程当中 带了他的古堡做一个些微的度假 很有趣啦 对对对 像国际的人物其实很有趣的 就是除了希拉蕊 还有这个前Fed的主席 柏南奇 然后呢就是全世界很会投资的人 索罗斯啊 然后债券天王葛洛斯啊 还有这个罗杰斯 你全部都访过了 就十字倍等于都访问过了 对对对 只有罗斯的访问 对对对 那你访问过那么多那么多 投资的这些专家这些天才们 怎么样自己做投资做得还好吗 其实说这个就很惭愧 我对投资没有太大的研究 那我比较是喜欢赚本业的钱 所以我投资方面 其实我自己非常保守 其实我认识蛮多 这个采访出身的 这个同业 他们其实真正就是 对他们来讲 专业最重要 然后呢把这些讯息观察了 分析了 然后总共到第一手的讯息 跟大家去做一些 说明最重要 自己本身其实并没有 他想象中的那么多的 什么内信消息 什么自己先赞保 相信我记者得到内信消息 通常都会让自己亏钱 真的 所以后来我就绝对不投资了 真的 因为你知道记者是最多人 想骗他的人 所以你常会被骗 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我们以前都以为说 尤其跑财经的记者 就经常有一些讯息 因为他可能为了要好好你 然后希望让你帮他多讲一些好话 不一定啦 有道行高低 我也看过不少 就是因为这种内线而亏钱的人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们就是认真的把本业做好就好了 其实本业你做好 我觉得收入都不会少的 要赚这个钱 我觉得是比较安心一点 也是 你说要赚太快的money easy money 通常easy money easy go 通常来的快去的也快 而且我相信人一辈子的财富 我自己认为是固定的 所以找拿完拿而已 然后用什么方式赚 真的啊 所以呢再收听我们今天 收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很稳定的理财的话 要听听这个郭执行长的说法 并不是要走这些什么PM 这个赚这些太快的钱 有时候反而不保险 好不过我们今天邀请到执行长来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要来听听整个的产业的 尤其是科技数位的趋势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 真的是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尤其世界呢 在这个科技的进展底下 本来就是进展的很快 那加上现在的 不管是什么地缘政治啦 这个一些战争啦 一些美中的角力啦 又让整个局势变得很乱 所以当你又快又乱的时候 其实呢要怎么样去因应它 坦白说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 同样的我觉得除了科技产业之外 那媒体同样也是 尤其是你要去报道一些 产业的变化的媒体 你们自己怎么样子去因应 这些数位科技的变化 其实说来惭愧 我觉得媒体业 虽然一天你也一定知道 媒体业其实是相对很传统 而且我觉得相对科技业 其实媒体业很落伍 我觉得尤其在台湾的媒体 我完全同意 我觉得在台湾的媒体 其实是低度竞争 你看到其实国际媒体 现在因应整个数位的冲击 其实还很少人敢拍胸脯说 我已经走出来了 我已经成功转型了 其实都还在转型中 那国际的媒体 我觉得他们转的 比较他们的决心啊 还有他们愿意投资的钱相对多 那台湾的媒体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多数的都是小打小闹 然后台湾 其实你看媒体非常多 但是为什么我会说它是低度竞争 因为大家的思维 我觉得那个水平都还不够高 都没有国际的水准 所以你看到 说实在你说媒体 现在面临最大的冲击 第一个是先从电视 然后到紫本 然后现在其实包括原来早期的 从数位开始的媒体 我觉得面临非常多的冲击 为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趋势 第一个是过去大家认为 媒体是垄断资讯 它有资讯的access的权利 它是很独家独特的 可是现在我觉得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当记者 i report 尤其是自媒体时代 每一个都是一个个体 每个人都是一个记者 然后很多的资讯呢 其实已经太多了 现在世界最不缺的 其实就是资讯 就是新闻 所以过去这种媒体 你可以垄断讯息 然后呢可以占有很独特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价值 其实已经在 已经非常低落了 那第二个就是 像我们是 纸本媒体出家的 那你知道 大家现在全部都是手机嘛 所以纸本它如何要顺应 这个数位的载具 它如何转出一个新的生命 这是两大 其实两大最大的冲击 那现在很多的纸本媒体 它因应的 你最常看到的就是 直接把内容搬到数位上 搬到APP上 那你觉得这样是数位转型吗 就等于换个地方做一样的内容 所以呢这有点点像是 就是怎么讲 旧瓶装新酒 或者说甚至是新瓶装旧酒 所以这不是一个根本的改变 对 所以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说 光把内容放到数位上 其实你觉得大家 会因为这样去看你吗 会付钱吗 因为过去我们是 靠着我们的内容 在赚钱的 但现在很多人都说 内容免费啊 内容很便宜啊 到处都是啊 就算你今天有个独家新闻 其实独家新闻的寿命 可能现在剩下1秒 然后甚至就是说 连1秒也不可能也 而且有谁要 而且现在独家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也是很大的问题 有谁要为了那1秒的独家付钱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这个新闻 你得到跟我得到 你只要5分钟 跟晚1小时知道 会有差那么多吗 又怎么样 就算我两天都不知道这消息 我又会怎么样 所以这是我觉得媒体面对很大 媒体本身的价值 它的定位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那第二个就是 你表现的方式 那搬到数位上云端就OK了吗 其实都不是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解答 所以呢 其实我在3年前 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3年前的9月 你接下这个 我接下这个位置 其实我也一直在探索说 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 重新定位自己 光靠过去的定位 其实已经走不到未来了 那我目前摸索出来 我在尝试的就是 我认为其实大家都 你说大家是在定新闻 还是定内容 定内容是为了什么 其实大家定内容 为了内容付钱 不会是为了内容而已 是因为这个内容 如果可以帮助你 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有竞争的优势 更成功 更富足 你才会定 那在这个数位的时代 在多元的时代 怎么样的内容 怎么样的服务 怎么样的知识 可以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成功的自己 我认为不只是内容 我现在认为是 还要再加上社群 所以我要做的是 我要打造一个 大家一起学习的平台 我不再是单向的 传递资讯 传递新闻给你 我希望我的新闻 我的观点 我的内容 其实我只是 前面的抛砖引玉 但是我希望 在我构筑的这个平台上 可以大家都上来 发表你的观点 你的看法 透过互相的讨论跟交流 其实大家可以得到 更多的帮助 这些帮助呢 其实会成为你的见识 就你看事情 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你又 藉由这个共学的平台 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有更多的人脉资源 得到更前线的东西 那这样距离你的成功 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觉得它更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这三年 等于是说去年 我终于把这个 共学平台的雏形 其实把它做出来 就在商周Plus 我们这个APP里面 我们就做了一个共学圈 这就是 其实目前台湾媒体 没有人这样做 那全世界也是 就是我们第一个 就是让我们的读者 其实跟我们一起创造内容 不是只是我在创造内容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 唯我独尊 或者是生产者导向 我们应该要让所有的人 一起参与 大家一起共创内容 那这个跟你在FB 或者你在LINE 你在其他的论坛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不一样的 就是商周在里面 担任一个策展的角色 我用我对内容的品味 我对财经的洞察 其实我可以在里面做策展 抛出一个 我认为现在热的议题 然后邀请进来的人 大家一起讨论 我觉得这个点子 蛮有意思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想法 他们都会用一个 很策展的方式 来去形容它 就像是呢 我们今天走到一个 博物馆里面 今天走到一个美术馆里面 它以一个主题 比方说 随便饭骨的展 以饭骨的展 然后告诉你说 它从它的画画啦 青年期啦 成熟期啦 到晚年啦 然后它的一些素描啦 它的水彩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说 当今天知识 可以被用策展的方式 来进行的时候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给我们听 比方说 你这个共学圈 你是丢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等于是 大家共同来产生 怎么产生呢 是用论坛的方式吗 然后被记录吗 记录完了以后呢 怎么样被呈现呢 我说其实共学圈 它的核心 是商周每天新的内容 还有每周我们新的报道 那其实加入里面的圈友 他们会看到他们自己觉得很有共鸣的东西 他会自己丢出来 第一个是用户会自动丢出来说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那其他人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他就进来交流 然后其实就会形成一个知识大家的互动 所以他等于是在底下的留言的地方 其实那个留言是有趣的 而且不同的人 他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方式呢 像我们会有主编 那主编呢 他会他每天都会选择 他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最适合大家看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然后就丢出来 然后跟大家讨论 那我们有个人的圈 也有企业的圈 那企业的圈呢 我们有专门配企业的这个 类似是企业的虚拟学习掌 比如说我们要编预算了 我们就会出一个主题是说 编预算之前 你要会的哪些策略思考 然后你要准备的 会议前面 你要准备哪些事情 老板该问哪些问题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策展 根据每个公司的管理节奏 会根据这个时间 比如说那年底要绩效面谈了 你要谈什么 绩效面谈的迷思 或者你一定要问的问题 那或者是说 年初的时候 老板要精神喊话了 那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所以他 就跟着一些企业 他可能会共同面对到的事情 然后呢 先丢出这个主题 然后跟大家共同分享 或是一起歧视广益 或是一起做准备 对 那我想举一个例子 我其实在做这个商周逛学圈的时候 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 其实很重要的是 我们过去五年啊 花了最大的精神 在做商周CEO学院 那台湾呢 就是所有企业的领导人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 将近两千个CEO的学员 那将近多数的二代都在我们这里 那我是从 我在跟他们上课 就是我在实体的课程 因为我们那个课程很贵 三天就要五万块了 那真的很贵 对 我大老板嘛 是 所以其实他们都付得起钱 所以我在跟他们上课 在讲课的过程 我发现很 他们每个人感情非常好 因为我们透过 譬如说我们都是透过个案 然后大家交流 那那些个案 我们都是讲失败个案 然后在交流的时候 我发现我得到了更多 我这个讲课的人 我这个主持人 我发现透过同学的交流 其实我得到的知识 是更丰沛的 那这个形成这个社群 非常好的品质 那我就在想说 可是我都服务这些老板 我能不能够把这个贵族的服务 让一般的平民 一般的上班族 中产阶级也可以得到这个服务 所以我在想到说 那我要把线下这个学院 搬到云端去 变成我的商周共学圈 那你不用付那么贵的钱 你不用三天五万块 你一年就四千块三千块 你就可以进来 然后加入不同的圈 跟大家讨论 那这就是我的理想 那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也把它用在我的公司上 其实我的公司经营 企业经营 我是收益最大的 譬如说我很感动的是 我们最近人资 因为我有写一个专栏 我写说 其实每个人要跟同事讲 我的使用说明书 你怎么用我这个主管 你怎么用我 然后呢 我的地雷是什么 我就做了一支示范 结果我的人资呢 上个礼拜他就发了一个 他办一个抽奖活动 要每个人来写说 那你要希望老板怎么使用你 你希望你的同事怎么使用你 那你遇到什么事情 太有意思了 你会跳起来 那大家就是根据我的专栏的文章 然后下面每个人就留言说 我的地雷在哪里 我要怎么使用 那我就觉得 这就是共学 对 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 跟别人对你的看法 可能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但是你自己先说明出来之后 代表你自己认为自己的优缺点 那别人怎么去看你 怎么去使用你 对 OK 我们休学再回来 所以呢 待会听听看呢 那所以呢这个商周集团的执行长郭逸琳 他怎么设定自己的使用说明书呢 哪些部分比较好用 哪些部分可能是地雷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很有意思的一点 很多媒体呢 在进行数位的转型的时候 刚才逸琳也讲到一个重点 他都以为说丢上网络就好了 或者是说呢 他会纯粹的用 新闻本身去做竞争 或者以为做一个APP就完了 对 但事实上并不是 你要回到问自己说 到底你真正的 你的价值在哪里 别人看你的时候 别人使用你的时候 他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就到最终 你会发现说呢 社群这件事情 反而是作为一个 历史悠久的财经媒体 他所拥有真正的智慧的宝藏 对不对 所以他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 企业的实战的经验 跟实战的讨论的一个舞台 我们休学再回来现场 IC梦想家 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